针对文化一路和巴德路以及龟山一路 因为地铁就位在林口区和桃园龟山区交界处 再加上又衔接国道1号林口40AA交流道 尤其在上下班尖峰时段 几乎都会产生车辆回独的交通涌舍情况 所以为了解决这项交通问题 新北市议员蔡淑君特地邀请新北还有桃园相关单位到现场会看 而且也找到了改善的办法 文化一路与巴德路龟山一路 应处林口区桃园龟山区交界 应接国道1号林口41A交流道 每到上下半间尖峰时段 几乎都会产生车辆回独的交通涌色状况 为解决问题蔡淑君议员特邀请新北及桃园 多个相关单位现场会看 我们这边的红绿灯 只要过了这个桥 我们这边或许是绿灯 你们的遍地是红灯 就是这条桥上是永远不会连贯的 所以我们期待是不是在这个耗制的部分呢 不管是给我们在就是南下的一个左转的部分 或者是直行的部分 它在耗制的一个石像的部分能够拉长 然后最好在归山的部分是可以拉到 就是长庚医院的复兴一路 那刚刚有提到耗制连贯的部分呢 这点我们也非常认同 那不过要请那个新北市交通局跟桃园市交通局 再互相配合看看 我们期内耗制的连锁 绝对不能因为人为的干扰 那或者是这个耗制连锁的中断呢 或者是十米的不佳 造成了一个这个车流的一个毁堵研制 我想这个部分大家都同意 我们会持续跟桃园去做一个密切的联系 众人合意 临近路口耗制灯之后需严格采取耗制连锁 让车流通行顺畅 另外市府交通局长钟明石表示 未来的耗制灯调整也会因应各道路的拥塞状况 注意到各方向的公平性 那也会注意到各方向的枢解的公平性 那因为现在临附化一路的拥塞情形 那飞塞一步呢 跟这个从这个桃园来的 这个八道路的这个相关的车流 相对起来 它是它的两到三倍以上的延制长路 那这个在耗制管制上来说 这并不是一个有利的条件 那我想这个我们也希望桃园能够重视 另外8月15号在林口八德路路口 设置科技执法 确实发挥了有效进空路口 以及降低事故的效果 因此蔡淑君议员 希望桃园龟山一路这一边 也能够设置科技执法 桥端之后的龟山就继续 因为那边是没有路口进空的 所以民众到那边就开始就是很自在了 还没有进行这个科技执法 路口没有进空的话 那我认为说我们桃园这边 也一定要全力来配合 可以来配合设置科技执法 为什么 明年第一级我们会做出 谢谢 谢谢 像未来透过整体的科技执法落实 以及号制登的调整 该路段尖峰时段的拥塞状况 能够有效降低 以上新闻记者林郑杰 林口采访报导